本土确诊数逼近9万大关 6月1号中重镇新增240人 也增加122人死亡 观察确诊数分布 新北市最多 紧接的是台中高雄 台北金融桃源曲线趋缓 明显中南部疫情正在升温 全国染疫率大概是8% 高雄染疫率算是最低 大概现在只有6% 所以在这种6%的情况下 其实它还是在往上走 陈石中说台湾疫情还要持续 在高原期排排一阵子 先前重灾区新北基隆染疫率 最高达到百分之十五十六 两区疫情现在都往下走 就等中南部也达高峰后 疫情就会往下降 如果以全国来讲 我们现在是8% 如果大概到了10% 过了10%之后 可能就会陆陆续看 它在缓坡往下降 疫情还没过高峰 新公布的死亡个案中 竟然年龄又下修 一名本国籍一个多月大男婴 早产有肺部疾病 5月14号男婴发烧 隔天出现昏迷缺氧 全身发紫 到月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裁检PCR结果为阳性 是目前年纪最小死亡个案 第一名是五个月大 印尼籍女婴 5月14号发烧到38度 当下没就医 隔天被发现 没反应全身发紫 送到医院已经死亡 PCR裁检 也是阳性确诊 两位都是被判定 在家中死亡 死因都是并发 呼吸衰竭 儿童的重症累积数呢 是加上今天另外两例的死亡 个案的话是总共有29例 那29例当中有15例是脑炎 新增两名 累积到12名 两名未买一岁婴儿 从发病到死亡 病成快速 职位中心还要厘清原因 并提供三观指引 让家长保持警觉 避免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华语新闻 江北伟林嘉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